天發弊案讓全民享有公平正義 需要勇於挺身的吹哨者 法務部廉政署規劃 接避者保護法 目標在今年要完成立法 其中明定有三大保障 包括身份保密 人身保護 還有工作權的保障 吹哨者在國外是英雄 不過在台灣有可能被認為是廖北 之所以催生這部法案 是因為十年前 當時的瓦斯工會 常務離世林子文 揭露了公司向全民 超收瓦斯補助費 至少有20萬戶被坑 因為心中的正義感 讓它挺身而出 後來能源局查證屬實 發函瓦斯公司要停收 但是林子文最後 遭到了公司的免職 未來新法上路之後 將可以有效保障 揭蔽人的基本權益 甚至這些揭蔽人 他們所涉及的民刑式的犯罪 也渴望減輕或者是免刑 希望藉此鼓勵民眾 勇於舉發步伐 加油 公司 加油 公司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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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對於這個接閉者 做一個保障的話 那誰敢站出來講話 從事勞工運動30多年的林子文 回到瓦斯工會 這裡曾經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被解僱了 被解僱了 無奈的苦笑 當年憑著一股爭議感 在記者面前揭露 用戶繳交的瓦斯費用 竟然被超收管線補助費 外界才知道有這回事 如果不應該收 是有從募收費的話 那你應該很主動的 要求瓦斯業界不能收以外 還把已經收的 退還給這些任務 因為我覺得就是 一個是不當獨立 另一邊就是 有所獨立 後來 經濟部能源局也發現弊端 發含各家瓦斯公司 不能再向用戶收取這項費用 估計約有20萬戶受害 至少超收了10億元 傑碧為消費者爭取公道 下場卻是 他工作了29年 公司說解僱就解僱 要做者 要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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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碧卻丟了工作 供養團體聲援林子文 引發一波波抗爭 也間接催生 揭蔽者保護法案 你說這個跟媒體舉發是不是 他們認為跟政府來舉發 比較沒有用 或是比較不受信任 所以我們開始思考說 是不是我們對揭蔽者的保護不夠 揭蔽者保護法 由廉政署主導 草案共分29條 明定三大保障 包含身分保密 人身保護 以及工作權保障 如果真的外移揭蔽了 身分曝光的話 我們基本上會提供人身保護 人身保護 其實我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設計 我們參桌政論保護法 有一個所謂揭蔽者保護署 如果他因為揭蔽 他的人身安全 受到了一些危害的話 他是有權向檢察官或法院 去申請這樣一個令狀 給予保護的 萬一身分被揭露了 你這個時候工作上 你不可以對他做報復性的措施 林子文揭蔽天然氣超收費 才讓許多用戶避免被坑 但是25天之後就被公司解過 這件事除了工會抗爭 並沒有得到民眾呼應 他有些時候人情滿冷漠的 就是說不相干的事情 我大概就不太會去關注 人體一旦吸進了戴奧心 人體一旦喝了污染的水 小朋友一旦吃了不OK的奶粉 長期累積食用油 甚至如果是大家都知道說 這一台飛機根本不OK 沒有人出來吹哨 他可能就是一個 300個人的空難 所以吹哨當然是跟你我生命 身體民生息息相關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以台灣的社會文化來看 戒闢者他是一個 就是要不要的一個形象 抓趴者的形象 其實這個在 戒闢者在國外的概念他是英雄 他並不是這種負面的印象 所以我們中斷是希望說 這個戒闢者的他的形象 可以因為這個法的事情 慢慢慢慢的被改造 這個是一個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後悔 這件事情會發生 林子文為了爭取工作權打官司 一審贏了 不過到了二審卻整個大逆轉 而他輸的理由竟然是說 員工違反了對公司的忠誠義務 但是如果是一個不合法或違法的 那這個時候該不該忠誠 二審法官認為 林子文揭露瓦斯管線費是不義之財 讓公司產生了負面評價 影響了公司正常運作 破壞信賴原則 違反勞工忠誠義務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就已經引用了 國外的這個戒闢者的 這個吹哨成法案 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提出主張 但那個時候 我們當然也知道就是說 司法的保守性跟 就是說台灣社會對於這一種 還沒有辦法接受 即使能源局事後也確認 林子文是對的 瓦斯公司不該收這些費用 法院仍然無事 皆必毫無保障可言 正式的發公文說不應該收 那我們的法院 這個法官的判決是說 那個是事後的 你一聽你真的整個人會昏倒 那沒有你前面接 他怎麼會有法案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我們的法官到底是 難怪人家在講 有些是恐龍 恐龍法官是這樣來的 林子文說了官司 付出穩定的收入和退休金代價 以及成為職場上的黑名單 但是10年來依舊投入勞工運動 不但主辦年度秋冬 也曾經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 勞工局長被選人之一 沒有放棄他的人生 即將出爐的接閉者保護法 將會禁止不當解雇 這種情況發生 他因為接閉 然後這個違反這種的義務 我們認為是一個不當措施 比如說他被解雇 他被吊死 被免薪或一些獎金薪水不見了等等 如果遭受到這些不當措施的話 他是可以依他的身分 來提起一些救濟 比如說民資上的請求權 比如說回復性質等等 這一些相關的請求 也就是說 公司不當解雇接閉人 不但有訴訟救濟 雇主還要付出懲罰性賠償金 萬一吹哨者本身就是涉案人 你可能要考慮 如果他涉案的情節 不是非常嚴重 你可以給他 過大還起訴 處分 這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這才有可能不要讓他跟著共犯 一起撐到最後一刻中 叫做刑責減免 如果他自身參與犯罪的話 他的公訴或他提供一些證據 有助於案件的查獲 他是可以去減輕或民主起刑 目前先進國家都已經制定了 接閉者保護法 比較大的不同在於通報的方式 日本市內部通報先行 避免因為接閉查務實證 確定對公司造成了 無法彌補的損失 但是台灣的環境適合嗎 假設他是一個四五十人的企業 你內部吹哨不是馬上曝光 對 所以他沒有那個規模 沒有那個人數 你不能要求他內部先行 好 第二種狀況 如果有急迫的危險 比如說他馬上就要排 劇毒的戴奧星到河裡面去 可能底下中下游 或者是很急迫的情況 你還內部吹什麼哨 你立刻就要趕快通知 執法單位來停止這個行為 立法模式的話 以後應該是朝向說 我們專法給予一個 統一性的保護 最起碼的保護 在各別的領域 他再依照他的特性 去客製化一些保護措施 如果你沒有就是說 內部的人 把這個弊端給切出來的話 外部的人你光探外表 你怎麼可能 就是說掌握到那個關鍵的東西 依照全球舞弊調查者協會統計 接閉來源 有五成一來自員工 台灣近幾年來 爆發的貪毒弊案 也有不少隻吹哨者勇敢揭發 有必要儘快完成立法保護